这个男人刚想跟女人坦白内心的秘密 一只飞驰而来的怪物就将其抓走了 女友瞬间急得团团转 然而当她转头看去时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女人赶紧大声呼喊 殊不知危险悄然逼近 危急时刻 红伴及时出手 救下了女人 可怕的怪物仍不死心 不停进攻 皆被男人打 然而越来越多的怪物聚集过来 只是轻轻一个甩尾 房子瞬间碎了一顶 女人只好疏散所有平民 男人则为大家拖延撤退时间 女人把所有平民关进一所木屋里 紧接着筑器保护罩 然而怪物一个神龙百尾瞬间将女人击飞数百米远 与此同时 被掳走的男人也与怪物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男人一把将其重重砸到地上 紧接着一把扯下怪物的赤 接着双眼发出雷射激光将其干掉 就在男人以为事情到一段落实突然 一根长长的触角从背后袭击了他 男人瞬间痛倒在地 男人转头看去 发现是那只最强壮的怪物 然而下一步 怪物直接扑了上来 将男人死死压在身上 危急时刻 大壮及时出手 一把就将怪物甩飞数百米 然而怪物不堪使用 直接伸出触角攻击大壮 一大无穷的大壮并没有把怪物放到来 任凭其花里胡哨 都淡定硬动 愤怒的怪物直接冲了上来 谁知大壮只是轻轻一拳 就将其击飞数百米 打得怪物下巴都歪了 然而可怕的是怪物竟然能自语 与此同时 营地里的战斗也进入了埋怨 这个女人只需用手轻轻抚摸眼前的大树 下一秒两米粗的大树直接断断 紧接着女人用手掌拍向树杆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大树瞬间变成铁树 倒地的瞬间将怪物死死压住 然而没过影 怪物就震脱出来了 怪物首领也在这时往营地增派人手 大壮见此赶紧让男人前去支援营地 自己则独自留下来对付怪物首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